S400防空导弹,作为一种新鲜出炉的新型防空武器装备,S400防空导弹,是一款成功的装备,尽管它对于俄罗斯来说,同样是一款新兴防空装备。 一直以来,有关S400防空导弹,我们耳熟能详的就是,谁敢买,美国就敢制裁谁。 当然,对于一项霸权主义的美国来说,也确实做得出来,但从现状来看,似乎没人在乎它的制裁。 海外网前两天发信息还指出,美国副总统日前还警告土耳其,不要继续购买额制S400防空动作,否则美国必然不会袖手旁观。 不得不说,在S400面前,美方还真是一米变刺猬。 但是,作为S400防空系统的首个海外买家,我国在这方面就随性很多。 毕竟当初美国在对我国进行技术封锁的时候,我们从俄罗斯引进了一些优秀的武器装备,而且近年来也保持住很好的军事合作。 关于我国引进的S400防空系统,以往最大的新闻与美方并没有什么关系。 而是去年按合同送往中国的S400在运输途中出现了问题。 由于运输的船只,遭遇了一场大风暴,导致一些装置可能会变形。 于是船长决定将船返回俄罗斯。 如今,一年时间过去了。 俄方相关人员表示,将很快向中国发运一批S400防空导弹,以弥补去年受损的相关产品。 S400防空导弹 值得一提的是,S400防空导弹,即便是在俄罗斯国内,也只是小批量列装。 就算是扩大了产能向若干国家供应也比较难。 但显然我国在这方面开了先河。 俄国防出口公司总经理曾说过, 我认为,我们为中国服务,就是对我们有利。 据悉,俄对我国出口的S400,也并非俄军所使用的基础性, 而是射程达到400公里的重型防空导弹。 尽管与爱国者导弹有些相似,但由于在速度、精度等方面, S400防空导弹均优于美智的爱国者,PAC-3D空导弹, 因为被认为是目前世界上公认的防空力气。 据了解,S400防空系统,可以同时指挥发射八种不同雷达的导弹。 近、中、远都可兼顾。 大大拓展了防御范围。 同时,它还具有反隐身能力。 对F-22、F-35等战机,有很大威胁。 S400防空导弹 有意思的是,美国人对于即将抵达中国的S400,也引起了关注。 日前,环球时报援引美媒的报道称,俄罗斯将向中国提供全新的S400防空导弹,而非一年前在风暴中受损的导弹。 与此同时,美媒还在报道中,还揭露了一个秘密。 据了解美媒援引英媒,在公布的采访中提到,俄罗斯国家工业和科技集团总经理谢尔盖承认, 在中国采购的S400防空系统订单中,包括了40N6型导弹。 该型导弹是目前可用于S400防空系统的三种导弹之一,同时也是拦截器中射程最长的型号。 拦截接近440公里以外的目标,完全没有压力。 有分析认为,尽管目前我国也拥有自主研制的最先进防空导弹系统, 有些相较于S400的效能还要略胜一筹。 但了解俄制防空导弹设计思路,提升中国防空系统水平还是有很大帮助的。 听闻